作业行者 早上吉祥 《愣言经》里面谈的 知见立知 无明本 你怎么理解 知不是知道 见不是看到 但是又不离知道 不离看到 不是我们的以为那个知道看到了 知是觉知 见是照见 记得 那就我们本性本具的功德 了了分明 谁是保持觉知 谁是照见 照见什么 随便你 但是这里面不要立一个能知能见的 就是不要生出一个我 不要生出一个我 如果生出我那就无明 那如果没有生出我呢 那就是你本具的功德 如来智慧得向本事具足 所以从这个地方下手 从这个地方检验 你觉知 你照见 那是本具的 本来你有这个能力 但是不要变成能锁 更不要造成我执意识 因为能意起来以后 那个锁 就会有我 有我锁 就会产生互动 就互相牵连 互相残服 互相影响 事实上 每一个 缘起的法 都法而如释 应该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那 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 那是独立的个体吗 每一个都是空性的幻线 它不是真正的存在 它只是暂时的存在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很喜欢 用那个水泡 来打比喻 我们每一个 我就好像这个夜风 撑起了一个水泡 这个水泡有形状 有颜色 甚至可以在里面 看到各种影子 看到各种色彩 但是事实上 这个业力一改变 甚至一消失 这个泡就不见了 那这个我们 它的无常性 它的脆弱性 它的不自主性 我们很容易理解 事实上 所有的现象 都只是这个的放大 或者缩小 放大就是它比较坚固 比较稳固 就是互相因缘里面 支撑的比较紧密 就这个样子而已 那我们一般人 譬如说建个房子 那你如果说用沙 用冰 像现在有沙雕 有冰雕吧 建得很漂亮 跟水晶宫一样 但是温度 只要一加高 它等一下就融化掉了 然后我们在福隆海边 或者在齐金海边 用沙雕 雕得好庄严 但大浪一来一冲刷 就通通不见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不紧密 然后冰雕呢 本身就很容易就变成水 所以这些再怎么庄严 雕得再好 那我们如果到西藏 譬如说塔尔寺 它里面最著名的 就是那个 用奶油做的 各种佛菩萨的样子 或者那个很庄严的房子 那个宫殿都是 但是一样 它就必须随时尽可能地 保持某一个理想的温度 高了 溶掉 低了 脆化 你弄得再庄严 都一样 这些都是大师 都是那个很高级的喇嘛 做出来的 精心去制作 所以庄严是必然的 那你再怎么精心制作 再怎么希望它永存 事实上 它还是随着因缘 就改变了 言句 就有材料 那有创作的人 那就因缘具足 就产生了那个东西 但是呢 一样的 那因缘不具足 慢慢都删坏了 所以还是要几年 就要大换一次 甚至他们的 所谓的书油花 的节日 在展览 会很多人参观 每一个去看的都会惊叹 但是再怎么惊叹 那个佛也是假的 那个宫殿也是假的 那它本身呢 也是脆弱的 所以 我刚刚讲 这是大师的作品 那我们是不是大师的作品 我们是我们这个大师的作品 你自己 你自己这个大师的作品 所以 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也是随时在变 因为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世大 也随时在 新陈代谢 那刚刚我们一开始 听到了打板的声音 听到那个钟的声音 听到了集中的声音 听到了 犯败 也听到了鼓声 只要是气的 它会 共鸣我们的身体 因为我们的身体 也是自大所成 所以 法器 打得好 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加持 你比如说刚刚 那鼓在打 你没发觉 你手等持的时候 它是整个振动的 里面的细胞振动 不是手在那边抖 就里面的细胞 它是振动的 那钟声呢 我们身体就跟钟一样 一扣呢 我们说荡气回肠 你一扣的时候 其实整个身体 你也会感觉到 在那摆荡 里面好像被振动的感觉 那这个是无情声 那有情声呢 如果唱得很好 其实我们很容易就相应 很容易就被感动 很容易就融进去 所以 我们知道 在乐界里面 那当然乐器 玩得很好的很多 当然也很感动 很优美 每一种乐器都有它的音色 叫声音的色彩 所以每一种音色呢 其实也都跟我们身体 会互动 会共鸣 但是呢 最精彩的 可能还是声乐家 声乐家在唱的时候 你会整个 会跟着它翻动 因为人的声音 还有人唱它的时候 那个心 那个心里面的内涵 其实表达出来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跟你相应 所以有情声呢 是跟我们的意识 互动 我们地水火风空识 再加上剑好了 那个有成声 可以跟我们的识 后面的识跟剑互动 那无情声呢 可以跟我们的身体 地水火风空 这边互动 所以包挖法器 为什么要这么打 那个速度 那个节奏 其实都有法意在 就有在它法上的功德在 所以打快了也不好 打慢了也不好 打弱了不好 打强了不好 就是要恰到好处 你在打它的时候 那个每一点都在点上 那无形中 那个节奏感 那个力度 那个美感 那个变化 旋力 我们说起程转和 这些 其实都可以在 我们在使用乐器上 表现出来 然后透过这个来感动 来净化 我们的身心 所以 千万不要把 任何一件事情 等闲适之 因为你不懂 觉得它没什么 等你真懂的时候 你才想 哇 这里面原来这么深 要马上做好 一点都不简单 所以我们心 一定要随时存着一种 谦卑 恭敬 对法 好要 做什么事情都会 像我们现在在世界上 我们为什么现在这么便利 因为有很多专家 学者 在里面探讨 很深入的研究 然后把它应用了 然后让我们也可以 把它发明出来 那让我们可以用 我们用的理所当然 像现在小孩子 都拿着手机在玩游戏 它从来没有 产生感恩 甚至 你若叫他不要玩 他就翻脸 因为他整个意义 已经 搞错了 就现实到 只是我在玩游戏 我要玩游戏 就这样 那个执着 只是那个执念 然后 当然你若在旁边 轻轻地看着 你也会 发觉很可爱 他在那边打杀 他整个身心在那边互动 两个眼神炯炯有神 然后聚精会神 其实你看 也觉得很好玩 所以 有时候我们不要 太过用我们的意识 然后想去 左右别人 想去控制别人 那个其实 知见不要立知 你就欣赏就好了 看着 蛮好的 那事实上 如果说 我们觉得不合理 因为现在年轻的夫妻 几乎碰到我 都是这个问题 包括我家的 孙子 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 很明显的 还是要 用理性的沟通 你玩可以 但是 刚好就好 不要玩到 该做的事都不做 那我们就把它定出规则 你该做什么事 好 做完就让你玩 譬如说一个钟头 那这作业呢 你如果 十五分钟 做完 那四十五分钟 你都可以玩 他就越做越专心 工作做完不能玩 工作做完就是你的权利 你的福利 其实 小孩子在读书 就更专心 因为他想玩 那我们 让他读书 已经达到目的了 玩 是他的权利 尤其小孩子 现在小孩子太不幸了 太不幸了 那个功课压力很大 根本就没有玩 所以一天到晚 就越强调 就越缺乏 因为他都没有玩 所以他很想玩 就越想玩 那你如果让他玩个够 他反而会累 何必这样玩 玩他没什么意思 所以很多事情 其实就是 从缘起来观看的话 我们会显得很有智慧 而且很平静 很从容 但是你若用我执意识 那你会很紧张 压力很大 当你给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一定会被给别人很大的压力 反过来讲 你如果自己很从容 很忧郁 忧郁自在 那么你对别人也一定要是 因为你散发出来 就是一份很从容的样子 那修得好的一定从容 修得好不可能紧张 不可能压力大 修就是在释放压力 修不是为了解脱吗 解脱什么 解脱压力 压力谁给你的 你自己给你的 自己给自己的 自己是什么 自己是业力 是习气 你的业力习气 你的意识形态给你的 我们这个堂堂的佛弟子 怎么可以给我们的习气 业力 妄想 当主人命令我要干什么 没有那个道理 所以你如果慢慢的建立起自信 知道我有佛性 我本来是 是记足觉知照见的功能的 那为什么变成什么都不清楚 然后什么都乱想 什么都我执意是那么强 所以 这边一定要慢慢的解开 我们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我讲这些是在不断的提醒 不断的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根本就不是佛弟子 以佛弟子自居 什么是佛弟子 依佛的思想 为最高指导原则的 叫佛弟子 如果以我为指导原则 那就是颠倒众生 你执着越强 你的层次越低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 在这个地方好好的觉知 随时保持觉知 随时照见 照见自己在干什么 那他其实都是我们 觉知照见的对象 在这个地方多下功夫 多下功夫 我们赤自然然就会 越来越自在 越来越如礼 越来即使我们是 缘起里面的一种现象 但是这种缘起的现象 都随时都是很洒头的 都是在那边做游戏的 也就是可以表演的很棒 那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 很自在的 很从容的 其实你越想表演越露气 因为你既没有内涵又没有放松 你即使功就再好 只要不放松就会出问题 他就不自在 不自然 所以一方面要好好学习 一方面要随时保持绝躁 保持放松 如果能这样子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都是很自在的 一个生命体 好 用我们最清净的 恭敬的心 来供养十方诸佛 回向法界终身 愿离一切苦难业障